各位朋友们大家好 成人自学钢琴 今天和大家分享提手和台指 提手就是我们弹琴的时候 钢琴的这个音色 弹出来的音色 随着我们手指的力量会增加 落臂 我们称为提手 为什么不称为台手呢 因为我们有个台指训练 所以我们就为了区分叫提手 落臂 然后提手 大臂带动小臂 小臂带动手腕 然后落臂 提手 大臂带动小臂 小臂带动手腕 离开 不是前面手腕拿起来 不是这样拿起来 那就会中断 这个叫提手 另外台指训练 比如说训练我们的食指 有些人大拇指会翘起来 有些人就会压住它 做独立的训练 小指头 会训练 比较多次 因为有些人没有力量呢 他会用 转弯的方式 转手的方式 来完成 这也是不对的 其他手指保持不动的 不过也不要过度的训练 以免受损伤 因为时间谈长时间了 它自然力量会增加 好分享到这 拜拜 拜拜